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说什么意思就是故宫被盗了 他是一个装饰墙 装饰墙 对是个装饰墙 因为老百姓老巫认为是实体墙 好像感觉这个现场很狼藉嘛 你想你要真是故宫的墙 这薄的都一米 那个凿一个洞对不对 大家觉得现场狼藉 这个说就是这是一张纸穿墙而过 此人呢是游客身份进来的 而且呢还是我的老乡 山东远 广义的老乡 咱们可以看看照片 说实在的 我看这人偷的东西啊 他是个土鳖偷洋货 实际这个 这有点莫名其妙 马爷你这他偷的什么东西呢 这个展览我比较熟 因为这主人我很熟 香港的两仪藏 他呢藏了很多中国家具 当时呢 他还是很想做一个中国家具的一个 一个这个展览 结果呢故宫觉得 你是不是另选一个题 然后呢他就把他收藏了一些西方的这些化妆盒 大约都是百八十年的 比如我们知道的有什么卡地亚啊 凡克亚宝什么就这类似这种品牌的 他那时候呢有的那个化妆盒啊 这个盒是你是拿的14K的18K的 还有烟盒 丢的也有烟盒 欠珠宝的 对对对就奢侈嘛 奢侈品嘛 就是对对西方百八十年的奢侈品 古老奢侈品 对所以他这个展览叫交融 就东西方交融这么一个展览啊 结果这贼呢不怎么开眼 就是中国的东西都暗淡无光 一看这都金光闪闪 上去就专门把这14K18K的 他拿的全是这个 而且还掉了两件摔坏了 对对对对 就是最后在那个洞附近 找着了还掉下两件 对最后逮着这人挺逗的 说在网吧 你可以看看就你看 就这哥们 不大一米六一米五几 身高身高不太 显得我人民警察多么高大 他是说偷钱 不是偷东西的这个理由 也是非常可以理解 就缺钱 缺钱跑故宫里头 偷展览去 你想想 他主要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不能说义高人胆大 他这个贼啊 就是个胆大 什么技术含量都没有 所以这次呢 说起来给故宫一个教训 就这人就上去 一简子先把你这个线路给你断了 这是很古老的报警装置了 现在的所有的报警装置 不要说你拿动 你把它搅舌 一断电他就报警 现在这都考虑到了 把所有可能考虑的问题都考虑了 但是他去那个地方非常危险 你看那个图 你能看出他在故宫的府邸 马爷我问问您 这说是这个 这是不是说明故宫的防盗装置 也像故宫一样古老啊 对啊 这么听起来其实很危险 对啊 他二十多年没有发案子了嘛 江阳大道那做好了方案 那都是博士 不敢进去 吓唬自己 这不成那不成 这就什么 真的是没有技术含量 不要以为什么江阳大道 他就是敢去 上去全是 你想他破一个洞进去以后 能砸了砸了 能拿了拿了 还他们掉两件 一看就不专业了 您都出去了 来丢两件 你别说想一般的贼呀 嗯 就一般贼怎么样 也不会想到去偷故宫 对是吧 对你你想凭想象 你觉得故宫 哎呦 那我门卫森严 如何如何 结果但是 所以这个这个事件 我觉得挺危险 因为这个事件曝露出来 就是原来故宫 没有大家想象的 那么难度 对啊 我看那个报道啊 是当天晚上抓着他了 对啊 都盘问了 结果在这个保卫人员 打电话汇报的时候 他跑了 哈哈哈哈 这说 你知道这说明两个问题 这是 第一个问题呢 是他们没有警觉 没有警觉呢 他跑了以后呢 按理说你必须要找到这个人 如果你找不到 你要层层报 你首先报公安 公安如果说再找不到 那就报武警 他能把这个 呃 当年我记得抓那个叫韩什么 晚上的3000多武警 围的水泄不通 然后那人就上了房了 那人偷什么 逼着 他有针飞印呐 就上针飞的金印呐 针飞也是在故宫 故宫他突然都带在身上 故宫以前出过这案子 大家老喜欢出针飞的东西 针飞的印被偷过来 这人呢 这印还挺沉的 他带在身上 他都上了房了 因为底下那个 飞贼啊 飞贼 对对 那贼是有点技术含量的 然后呢 这个3000多武警 包的个水泄不通吧 这人就往房上跑 当时还有那么个插曲呢 他说你上房 你就看见了吗 嘿你也看那件影啊 让很多呢 伸手矫健的屋顶 蹭蹭蹭 就是也上房想抓的 后来说别上房 你一上房就闹不清谁是谁了 满房都是贼 谁谁谁谁 谁就闹不清楚了 对吧 所以就花达又下来了 都是便衣 下来就把这 就把这贼给逼的 最后从那个墙上往下跳 那故宫那墙 那不得摔摔腿啊 腿就当场就摔摔了 就给逮着了 跑不了了嘛 你逼他上房 你就逮着他了 这个呢是呢 我觉得刚才不说两个问题呢 第一个是 他没有层层爆 可能按他们自己的话说 说搜到三点 没找着回去了 是吧 第二个问题说明 他历史上 他一定碰见过人 就进圆没进干净 所以他才放松警惕 如果他从来没在里头 碰见过生人 他一定如临大敌 那我估计他可能经常碰着 这个赖子在里头 计较干懒的 这个他属于半信半疑之间 首先他没觉得他是贼 如果他真的 就头天晚上抓住那会儿 他觉得是贼的话 那肯定一手抓着一手打电话 对 他肯定再说那孩子 你想那一根小鸡子似的 他肯定跑不了嘛 就我觉得他警惕性不够 可是这是不是还有一个问题 就我听说这几件 跟故宫有关的切案 比如说都跑去奔着真飞那玩意去 那都是预谋的 对啊 但是问题是 以我所知 故宫应该还有很多好东西 有啊 就是说怎么去偷的 都是偷这一类型的 就就其实真飞那玩意也算不上是特别了不起的东西吧 但是他金银呢 他是那一嘎的13斤多呢 那什么 他们土鳖就是偷金银材料 对 你看这个就是个土鳖 尼尔玛爷当贼 对啊 就是说那 他呢 你看这个贼 他去了一个很危险的 就是很多人不知道 因为没发嘛 就不说了 他隔壁就是玉器馆 哎呦 那家伙 但是他不懂事 他因为我说了 他肯定被抓住 我不是那么事后诸葛梁 这么大警力去 肯定抓住他 因为现在的 他沿途的所有都有录像 肯定能够调出来找他 是吧 如果他进了那馆 他就命就丢了 为什么 那个我们盗窃重大文物 是有死罪的 哎呦 对 你那个玉器都是无价值宝 那就是重大文物了 这个好在都有保险嘛 干什么 它有价值嘛 相对来说 这还不是中国文物 你说这盗窃重大文物 我倒想起来了 现在都说中国那个祖宗 反正恨不能全给刨了 都这个盗墓嘛 不是 他要是盗着 咱国家不是有这规定的吗 多少年代之前的 他怎么 他不是重大文物 主要就是这个 就是重要的文物 就可以导致你死刑 你盗墓那个还不一定 不是 盗墓也是重要的墓葬 是吗 你挖一个 你挖一个隔壁邻居的 那都问题不大 打比方说 就死不了 咱们先说死 打比方说 我就瞎说一个假设 好比说不是这个 说是蓝庭集序 不是说是唐太宗 陪葬了 那你要盗 假如是真的 假如盗墓贼下去 弄着蓝庭集序了 王熙之的 那这个就 那肯定死刑 这个不用了 那再有一个 现在很多种情况下 他偷着这个 很大的宝贝 怎么就能在国际 怎么就能够出了国呢 他现在是这样 就是我们这 这三十年 这三十年呢 除了经济上的变化以外 很重要是一个科技的变化 现在盗墓贼 他有很多 现代化科技 勘托 包括他爆破技术 他成桶装 他很专业 对 那一炸药装 你就声音不大 什么叫桶装 就是他 他这一炮下去 通就是一个桶 然后再下去 通就 这炮就打下去了 这会打炮的 对 他都是有高科技的 定向包括 用的都是这技术 而且勘察 有一个 我知道有一个盗墓贼 他是买的最高科技的 那勘察车 直接走过去 他就勘察这底下 什么情况 他大概都知道 所以你在海外看到了 就是这两年 就最近这两年 反而少点了 就是大概在90年代 到2000年那会儿 那时候最多 那到香港 河里河道 全是出土的 全是出土的 我也听说 但是我很好奇 就马上 你刚刚讲到 像文韬讲那个例子 假如他真的跑去 到这个蓝亭积蓄 但这些东西 你比如说 说是重大文物 但是问题 重大文物这个范围 你总得有这个东西 然后国家说 这个是属于重大文物 但是问题是 讲到他在墓葬底下 我们根本连这东西 到底有还没有 都不知道 那怎么能够宣布说 这个蓝亭积蓄 是重大文物呢 它是这样 所有的墓葬 就是高等级的墓葬 你要下去个个人 您就是十个八个人 你拿不干净的 你比如满城汉墓 文物一万五 就你们河北的 河北省博物馆 主要就是满城汉墓的东西 一万五千件文物 你怎么拿的光 你肯定是捡 你有用的拿 而且那个东西 它不是摆放的名书 打着灯让你挑 是吧 有的掩盖在图里 所以说你经常会 落掉一些东西 你比如这个辽带的 耶律与之墓 那开国圆心 那算公安人员赶得快 那盗墓贼 已经离开十一天了 那就是 十一个小时 东西拿光了吧 就是啊 还就拿不光了 这个盗墓贼 他主要去把金银拿走 他手 所有的贼 都一个路子 没错 都是土鞭 一定都是土鞭 先把金银器拿走 拿走以后 他不敢翻回来 为什么呢 那个就走漏风声 那个地方比较偏 结果临近的一个村 据他最近那个村 大概有十里路 那村长就帅着 村民就去了 去了以后说呢 一共拿一个 一家禁忌一人 代表拿一个回家 就把那墓葬给分了 分了等公安局什么 文工都去了以后 又把这村围起来 说一家交住一个了 一个都交出来了 特多的东西 各个国宝 所以那盗墓后来又没抓着 你要抓着 那肯定都是死刑 咱现在国家变成捡盗墓贼的路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文道兄最近也准备干这 对对对 所以先研究一下 先研究一下 对 你看马爷 这个盗墓这东西 这盗墓贼没盗墓前 墓底下有什么大伙都不知道 那他这个要去拿去脱手 比如我在香港 以前见过河里活道那些 现在也有 现在也有 那些呢就都理解 但是我好奇的是 你比方说 你要真有人敢偷故宫文物 那就相当于在国外的美术馆 比如说你去投蒙娜丽莎 这种东西 他偷了之后 他出来他怎么脱手呢 比如说他在市场上 他拍卖不了 一拍卖都知道是账物 那他一定是有个地下市场 那买家呢 一定是极少数的一圈人 这应该是很容易追溯 对 他有两路的人 西方有一种 这个专门到博物馆的贼 他是定向有买家的 有的买家他还真不是缺钱 他就是酷爱的东西 他下订单 他下订单 说你把他那东西给我弄了 我给你多少钱 然后到他那儿呢 他搁在地库里 所以有的东西一丢 丢半个世纪 最后才在某个地方发现 就是他根本不想变钱 他对钱没感觉 他是对物有感觉 那个战有欲 对 这是一路子 还有一个就是肖赃 肖赃的美国 他处理的比较好 美国他的重大的博物馆 就是一旦丢失 他马上就发通告 他通告发到所有可能收购这个地方 比如所有的古董店 都会收到这份通告 如果你收了 治罪的 有人就为这个 就是说我没看到那份通告 我收了 那他不管你 他就视同你是犯罪 他把你抓起来 所以每个人买拿东西 他就都要问来源 你哪来的 所以每个人都很注重这些事 我们就是不知者不为罪 顶多你就是说东西卖给你了 说东西在不在你那 在这 交出来 当年雍和宫 那我们人道很多 对 我们不是 我们制度不太贱快 当年雍和宫有个小懒 就是一时兴起 就把一尊佛像拿出来 当时卖的红桥 红桥那时候还有汤呢 卖的红桥 我认识一人 他一看 这东西还真好 一谈价钱 说不贵 1000块 就给买了 1000块 买了以后 好多年前了 买了以后 没舍得卖 买的也便宜 你就搁在家里供着 供着以后 后来这是案发以后 那小懒们就说卖在那 卖谁呢 就领着警察就去了 一去 他是长摊 他老在那 就卖给他了 卖他了以后 警察说 是不是卖给你了 他说是卖给我了 卖给我了 警察说在哪 说在家呢 说回家拿去吧 就去拿 拿完了以后 警察抱着就走 然后他就说 你还没过钱呢 警察说 你以为我来买你呢 我不抓你就是好事了 然后后来 那人跟我念叨好久 说警察真不讲理 把我哪些东西拿走 我都好歉是买来的 你买一张 人民警察才挺爱 他这个眼里 无天无地的 对对对 就是一切都是交易 对对 所以 但那我又想啊 你比如说像这种定向的买家 那这个其实也很危险 比如说像这个富城山区 现在在台北不是要会合吗 好像是先训到北京了 我看是 没有 没有在台北 在台北 不是台湾的那 不是咱们的这个 咱们的这个 咱们的这个 对 你说这 这不是很多人这几年 充分表达出对富城山区的兴趣吗 万一他给偷了 那就肯定也是这个定向的这个是吧 对 他这个除非定向 但是 嚣张是很难的 因为太难了 你看这次股民还算快 就是故宫新闻发布会以后 把那七件东西直接就就公布了 丢了哪七件 这时候你再买 你就有点名字不放了 所以他堵了他嚣张的路子 但这有一个风险 你知道是什么吗 一旦你公布这东西 他觉得卖不出钱 他给你毁了 哎呦 他也有这风险 你不要以为这没风险 您说现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各地的这个古墓葬啊 是不是这种盗墓集团呢 比咱们这个全国的考古队加起来的发现多多 他对反正他不是他积极 你比如你比如前两年的那个长沙的那个望成县 是望成县不是那个盗墓盗得很大 那个是长沙王地位非常高 盗墓了大概三十多天 公安人员才知道 那就很晚了 抓了很多人抓了三十多个嘛 其中那个组织者 组织者是一非专业人士 是当地的继生委的一个副主任 现在就是 你还不好好搞教育生育去 然后组织这个组织的山东 现在卖英俄 河南的 对各种盗墓的 然后下去他分工 然后最后给抓住了 抓住里头有长沙王的金印 哎呦 你就是说现在这个盗墓都到到一个什么程度 这个山东 他们给我找起来 真事啊 就是山东肥城市的底下这么一个农村 这是个孝子啊 他老娘去世了 一个月前嘛 他这个给老娘下葬 但是要不说真是孝子啊 他就想啊 我给老娘专门买个手机陪葬 而且这手机啊还冲上电 放上电话卡 他希望能够听到天堂里 还能跟妈妈说话吗 就就把这手机放妈妈兜里就一起下葬了 下葬了过了 隔几天他接到妈妈电话 就前一阵 不是他接着妈妈电话 他说打一个跟天堂联系一下吧 你打通话 你打不是 盲音 你知道吗 嘟嘟嘟 那边正在跟别人聊呢 你知道吗 这下把他给惊着了 后来一报警警察一看 他妈那坟给盗了 把他妈那手机掏走了 那是让人知道了 这事都有 这不新鲜 他这个你比如那个就当年那个就说那个曹操大墓吧 下去啊 一下就很简单 专业人一下一看这底下 一看啊 说这河南人来过 山东人来过 湖北人来过 人说你怎么知道 说各地的烟河都在这了 你知道吗 他有那种区域性的香烟 这个地方一般就是本地人抽 抽完就扔到那上 然后一看 你知道有的连热水都淋下去了 为什么那方便面泡过碗面 你知道吗 太不专业了 这帮人 那个盗墓的有时候要在底下待很长时间 他也难受 他也不能老吃凉了 有点编道就找个家 就都下去了 带着家眷下去了 咱们去点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到来的东西 怎么弄出国外去 你知道有什么渠道吗 怎么弄出国外去 这什么意思 好像是找买家的 他这个 他们盗墓的都有特殊的途径 因为你要门他不可能你在国外能看到吗 香港 他们因为我在参考消息还是在哪 我看到外国那么一个新闻 就是国际上跟中国的这个盗墓集团之间 就说全世界十万人的这么一个行 一个庞大规模的行业 甚至能够达到国际买家 可能是地下的 他下单 就要中国的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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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具体一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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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挺奇怪 最后怎么能到他手里呢 他是这样 就是他这个利益链 这个都很正常 每个行业 我们不熟的时候就觉得很难 你比如我们说 这毒品上哪买去 那吸毒的人全都买得着 他走到哪个地方他都买得着 对不对 让咱们买 咱找都找不着 没错 从现在我们的整个市场 跟政府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地下的好东西那么多 我们现在光是挖出来 放在仓里头 那些博物馆 考古机构 里面很多东西 清理都清理不过来 我们根本有关的专业的考古学训练出来 专业人士受雇于政府的这些政警单位的研究机构人 没那么多 处理不了 挖也挖不了那么多 但你反过来想 盗墓 他是为力所趋啊 这是个市场力量在跟你斗 我这等于是你斗不过他 他人一定比你多 全国盗墓的人加钱一定比我们震惊考古学家多 然后他们每天干这种事的效率动力 所用的装备资源一定也会比我们平均的要好 你斗不过他 但是这个有的手段也是比较拙劣 你咱他甭说这个盗墓了哈 咱就说洋宅对吧 这两天登出照片来季献林老 季献林死后他的这些个东西到底给谁啊 给儿子给保姆还是给北大呀 这一直就是个疑案 你瞧这照片 你瞧没有 这是这个压上法庭的被告 说这被告 这女的表情极丰富 你看看 在法庭上跟法官 你想 就是他们冤枉我 你想有时候还跟法官乐 你想 他说我觉得这个季献林身边人这个关系之复杂 这个女的叫王儒 说又是季献林的个什么秘书 礼什么节的干女儿 还自称是北大教授 那个男的就这男的也是家里的一个秘书 故宫好像是一直在他们家 就是干杂活 对 怎么就说 这俩人 有一天晚上 因为季献林的儿子去报案 报的案 有一天晚上 把季宅的玻璃砸碎了 进去搬了好多东西 古籍 主要是古籍书 出来 可是他们说的 说是那是季老 怎么说 遗嘱给我的 就是双方都说的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就觉得 这涉及到中国一个文化问题 中国文化在这个上面都觉得不好 就是遗嘱问题 就是嘴上说的时候 都可能一高兴说一句话 说将来这东西我给你 这句话我可能说着玩 您就当真了 他就这事 这个不是没可能说过 但是从法律角度上讲 这事不作数 不像西方人 我老说西方人第一件事成人了 18岁写遗嘱 隔两年一改 隔两年一改 但中国的这种遗嘱文化 是忌讳 到死才写 都是打着吊针快死了 说我还有党费没交 都这路 是不是 他的遗嘱都是到最后才说 没错 对吧 这我们的文化 所以中国人大部分 你看香港这些官司 这些大官司 全都是因为这个问题 最近梅艳芳有遗嘱 还打官司呢 对 那个就是 那个就牵涉到一个麻烦 就梅艳芳后来呢 是笃信藏传佛教 然后他特别支持 跟喜欢的 就是一位大宝法王 因为大宝法王这一代 是有双胞的案 对不对 那这一位呢 就比较 就当然你也不能说 是谁真谁假 反正这位大宝法王呢 就是在习经的那一位 然后呢 梅艳芳特别相信他 然后他就遗嘱呢 就是要把他的财物 财产的大部分 就要交给 这位大宝法 他那个基金会 梅姐姐跟他妈的关系 也很有意思 他让他妈就说 他妈就是每个月 能拿七万港币 一直拿到死 但他妈现在就入兵法庭 就说不干 说那个应该是归我们家的 最后还败诉 就说他妈妈讨要这个 遗产不止一回 那没办法 人家遗嘱写得清清楚楚 现在就是都是这事 你像王友庆 接着想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全是这事儿 就中国都是一种文化现场 就是他不好好写 死后一 感谢观看 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